白化佛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记住了是农历十五 正好那天是初一和十五 那么大家要吃素 要多念经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今天的台长照练了跟大家讲了我们的白化佛法节目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我们学佛拜佛念经 有时候嘴巴里在念经 心里在拜佛 但是呢 很多的都是空谈的 没有务实的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种理念来约束他 觉得拜佛就像读书一样 到了学校了 你就得读书 然后回到家里呢 你又是另外的一个人 其实不然 我们经常说 一个人做任何事情要务实 我们做很多事情空谈那是没有用的 学佛要用真正的心来学 要用真正的意识来学 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明白 一个人学佛已经是在向菩萨靠近了 那你的心就得真正的靠近菩萨 而不是嘴上一套 心里一套 而不是行为上一套 而理论上又是一套 我们学佛的人 这些巴黎讲 要与人为善 但是实际上做出来的事情呢 是不与人为善 我们学佛的人说 要劝人家吃素 要扫下身 但是呢 到了饭店里 大鱼大肉 看着那些明明可以成活的鱼 一点他 到厨房里就被他开刀问斩了 这些都是没有善心的人 这也是不是我们学佛的人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很多都是空谈的 以为到了佛堂里 到了庙里 看见庄英堂啊 拜的时候你就是要用心了 把自己弄得像真的一样 啊 很虔诚 回到家要骂就骂 要打就打的 回到家里 要杀就杀 那些鱼啊 虾啊 嘴巴里不干净 骂人 吃荤的 你念出来的经怎么会有效果呢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懂得视理啊 这个事情 你要懂得用理智去做这个事情 用理性来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羞耻 我们必须要懂得明理 因为我们明理了 我们才算人 当一个人不明理 实际上他不算人 一个人就得懂道理 一个明理之人 传世 这才是真正的在人间的人 吵架 打闹 嫉妒 争执 都是不明事理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 如果不明事理 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你的目标和宗旨 我们的目标就是修成菩萨 我们要忍天下众生所不能忍之事 我们要做天下众生 所不能所作之事 那就是救度众生 我们这样才能明大理啊 什么叫大理啊 那才叫大道理啊 小的道理我们不要去讲 大道理我们一听就清楚 举个简单例子 小道理就是说 哎 你开车的时候 不要乱闯红灯啊 你当心啊 那么大道理是什么呢 一闯红灯你就会撞车 一闯红灯你就会压死人家 这就叫大道理 一听大道理什么都明白 所以我们要学大道理 而不是整天围着小道理来转 要懂得学博要有理性 要懂得怎么样 要懂得怎么样来克制自己和安慰自己 要懂得怎么样要来懈怠 把自己懈怠睡眠都要弄掉 也就是说不能懒啊 一个人如果太懒的话 那就不好了 所以一定要明白 所以一定要懂得怎么样来直理废失 也就是说懂得大道理之后 把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把它废除掉 当你废除了你心中那些不应该留存的事情之后 你烦恼即消 你心中执念之情油然而生 所以真正懂事理 懂道理的人 他就是在学佛 真正懂道理 有修的人 实际上他就是人间的菩萨 有修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自己就是朝着菩萨的方向进了一步 你能够立人一世 你就是朝着前方拼命的在走 所以大家知道 大菩萨就是普度众生 而我们帮助人家自立立他 也是在学菩萨道 很多人修心修得不好 他们属于中下之人 他们随分随利 以行立人之事 实际上就是明白事立 明白了道理 然后呢 自己再自立 自修 这就叫自立之道 而修行的人 学大乘佛法 要帮助众生 自己才能解脱呀 我们大家在人间都知道 如果这个村庄 水漫上来了 水要淹掉这个村庄了 如果每个人把自己家门口堵上 沙袋 你说这个水 你能把它堵住吗 水是非常的勇猛 当到你家门口的时候 你就靠几个沙袋 能把这个汹涌波抛的那个让啊 能够把它挡住吗 只有全村的人到河堤上 用沙袋把河堤挡住 不让这个水漫进来 每个家才能保平安 才能不被水淹呢 这就是我们学佛人一样 我们自立了 我们就犹如在自己家门口 住起了一道墙 但是它挡不住灭障和灵性的 当你立它 当你像全村的人一样 跑到地岸上 把这个水泥墙全部筑起 能够挡掉它的波涛 不让它漫进你的村庄 你这个整个的村庄 才能受益 才能不受到灾害啊 我们的人怎么能够这么自私的 我们应该先救度众生 我们自立了 也是为了救度众生啊 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我们现在把孩子培养大了 也是给国家造福人类啊 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孩子 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呢 这就是理念 因为孩子是国家的 是为人民服务的 他长大之后也是为众生的 所以这就是立人 那么自立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培养孩子 当我们把这个孩子培养好的时候 他才能去立人啊 如果你不把这个孩子培养教育好 他大起来 怎么能够去帮助人家呢 怎么能够给国家 给人民做共性 这就叫道理 这就叫要自立立他呀 所以修行法门啊 有八万四千 这么多的法门 你到底应该怎么修 你到底应该怎么学 试问 此世界上 有哪一位 可以解释八万四千法门 当你把八万四千法门 全部的了解之后 你可能已经做骨了 你也可能 什么都没学到 你也可能 带着浑身的无奈 带着一生对佛法的追求 但是你 是是而非 什么都没有得到 所以要懂得 学佛修心 一定要治疗自己身心 烦恼习气 一定要懂得烦恼习气 是怎么样来的 因为烦恼习气 是我们无量节中 所生成的 还有我们精神的 坏习惯 所为 造成了我们有烦恼习气 我们要治疗这些烦恼习气 我们要从心根上来治疗 也就是说 我们要治疗自己心中的烦恼 我们不要懂得 很多事情 会让你心生烦恼 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支持它 来克服它 所以当一个人只有外形 没有内形 实际上这个人内形也会全荒的 什么意思 就是当一个人只是到外面表面的做一些修行的行为 而内在的内形 他没有去真正的修行 所以这个人只会产生更高我慢 骄傲 因为他不懂得真正学佛的人 是靠内心 外表讲出一套一套 学佛道理一套又一套 没有用 念经做给人家看 做善事做好事 又要得到一些有相 当你着相之后 你的外形和内功全荒 所以我们不能以功力为得 也就是说 如果你做了一点功德 就到处去讲 我有功德呀 我帮助了他呀 我做了多少善事呀 我很像菩萨呀 这样 你的功德就有损 这样 你的功德就所胜无几了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 要懂得不着想 不要以自力 功力 名利 来成为自己 道德上的一种负担 优优独播剧场 听众朋友们 随着我们的音乐 让我们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的祖先 以仁德仁慈 以一种待人和蔼 待人为谦 君子之交淡如水 以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非礼物动 非礼物行 等等 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 在德方面的榜样 而这些非常好的道德品质 让我们学习之心 我们中华 大地的儿女 有着中国传统的文化 有着中国最传统的优良品格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能够 毅力 让我们能够明白 做人 到底是为什么 让我们知道 人要讲信用 人不能 像鸟一样 为食亡 而我们人 不能为财死 我们的祖上 我们的父母亲 以德福人 所以我们要学习 古人 学习孔闷之道 学习那些 给我们做出榜样 让我们在人间 活得像人一样的 圣人 他教育我们 要以德福人 要我们和睦相待 要我们懂得和谐 要我们懂得 在这个世界上 要讲信用 思想一下 这个世界 如果谁都不讲信用 谁都做不成生意 谁都交不成朋友 所以希望大家 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学习我们的 佛教的精髓 学习佛法 以慈悲待人 要学习啊 我们白化佛法 就是让大家 提高境界 当你的境界 到了一个层次了 你会把一些 很狭隘的 很不好的事情 看得很穿 当你境界 到了一定的时候 你不会为这些 油盐柴米 再去为人家 争 去炒 你不会为了 一些钱 去斤斤计较 你也不会为了 某一句话 伤到你了 而去 祭他 一辈子 这就是 学佛的境界 这就是 慈悲 看待众生 我们必须要 用慈和悲 作为我们生活的榜样 我们要学习 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他以成代人 有求必应 以慈悲心 让众生 能够活得更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 一定要经常 以佛法 佛理 来对待 来看一看 来检查一下 我今天做的 到底 如理 如法吗 我们今天 用人间的话来讲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 对得起自己良心吗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 我有没有害人 有没有在道理上 有没有在佛法教理上 这就是我们要追求 和学习的白化佛法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 好